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我来讲 祂也是一个治愈的耶稣 当我家里面有人不舒服 或者是我的朋友不舒服时 我总会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跟祂说 我的家人生病了 我的朋友生病了 请耶稣你安慰他 他现在在医院 我也没办法请到医院旁边 特别是COVID-19的那段期间里 更深的意识到是 我们到不了的地方 但耶稣都能去 那这个很实际 我们可以为 我们碰不出不到的人所做的就是 到耶稣的面前来 因为我小时候两岁就在幼稚园 天主教幼稚园里面上学 因为我妈妈是老师 所以呢 就在圣堂长大 所以神父六岁就帮我开圣体 那我从六岁领了圣体之后呢 神父就邀请我每一天晚上 都要去参加平日弥撒 所以我就从六岁一直到国小六年级 每一天晚上都参加弥撒 然后准备这个面饼啊酒 然后准备神父的那个祭癖这样 所以过程里我有一次 我好深的感动是 我好想服务祭台 所以我就去问神父说 神父我可不可以当神父 当时是连女生都不能当辅祭的时代 所以我当然没有机会 我只能准备这些 那时候我其实在国小三年级 可是我知道这个耶稣就在我 我的生活里面这样 那一直到我高中读书 在外地的时候会想假 然后我就走到圣堂 看到了那个圣体光 就是旁边的那个灯光 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安慰是 这个跟我家乡的耶稣是同一个 好像耶稣就在这里 然后也在那个时候 我去体验到说 当我离家时 爸爸妈妈就不在身边 兄弟姐妹也不在身边 但有一个人会陪我一辈子 然后会跟我到世界各地 都不会离开我的 就是耶稣 也因为这样跟他建立了 很深厚的朋友 我会讲说是朋友 因为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可以像朋友这样聊 我会帮你 phen that 你平安 5梁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